首先我也是代表香港中文大學大佬與應知研究所 歡迎大家來臨 還有我們再一次多謝基金會對我們研究所的支持 我們2015年成立 已經差不多十年了 Mr.Patrick Huyn也是對我們的研究所非常之支持 也很感謝他 我今天想說的是 當然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專家會跟大家說 一個小朋友一個嬰兒他如何發展 有什麼因素影響他們的發展會比較好 以及如何可以介入 所以我今天所做的就是做一些很少的簡介 以及給大家一些例子 都是用我自己的研究裏面 我團隊的研究裏面去給一些例子 剛才詩儀也有介紹到我 我是認知神經科學家 我也是一個語言學家 其實我也是一個語言治療師 所以在我的研究裏面 我很多時候都是在想 如何在小朋友裏面 可以讓我們找到一些訊息 找到一些證據 是看到很小時候 我們都知道小朋友是有問題的 找出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是如何介入 作為一個治療師的身份去想 以及作為一個科學家的層面 是兩樣一起去想的 好的 我很簡單地說一說 甚麼叫做 為甚麼 我們中國人說三歲還是八十 其實有甚麼科學根據呢 其實是有些科學根據的 在發展學上 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叫做發展穩定性 Developmental Stability 發展穩定性 Developmental Science 就是講發展學的研究 發展學研究的學者 經常都會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叫做發展穩定性 即是小朋友發展很穩定 甚麼叫穩定呢 我們講一講 這裡 這裡有五個例子 五個不同的小朋友 小朋友 A B C D 和E 因為我是語言學的 所以我就講一下 他語言的得分 這個五個小朋友裡面 語言得分 就是A是最低 E的小朋友 是最高的 明白嗎 這個概念 A B C D E 那有五個小朋友 這個就是他們的排名 在一歲的時候的排名 而在七歲的時候 我們看回同一個五個小朋友 同一個五個小朋友 你會見到 小朋友A B C D E 全部都有進步 全部都是高分了 大家看到嗎 因為這個越高就是越高分 這五個人都是高分了 很多時候跟自己比是高分了 但是很重要 就是他的排名 和其他小朋友比 A也是排第尾 E也是排最高的 當然這個是大圍這樣去看 就是我們講的是 一百個人 一千個人這樣去看 那麼我們說穩定的意思 就是說 他的平均分是高了 每個人都是厲害了 但是他的排名是相弱 那麼我們就為之穩定性 穩定性 是講小朋友的排名 和他自己的小朋友 其他小朋友 和年齡和能力的小朋友去比 那個排名是穩定的 OK 但是每一個小朋友 和自己比都是進步的 我們英文這個叫做 developmental stability 穩定性 中文叫做發展 穩定性 OK 其實在很多不同的發展的範疇裡面 這裡我講的是 語言的發展 但是在情緒的發展 在社交的發展 在motor 就是爬行 動動手手腳腳 那些這樣的發展 認知的發展 都是有這個穩定性的 還有這個穩定性 你可以在不同的群組裡面都會看到 就是中國人的小朋友 越南的小朋友 在美國的小朋友 都是找到這個穩定性的 還有一些早產的小朋友 也是有這個穩定性 早產的小朋友 有很多都是在最初是很低的 但是低的 他們都是保持低的 一些有聽障的小朋友 都是會有這個穩定性的 另外一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家長都有穩定性 一些跟小朋友說很多話的家長 他會繼續跟小朋友說很多話 到小朋友二十歲 那個家長都是慢慢跟小朋友說很多話 那些家長都是有穩定性的 所以因為很多時候 家長的發展 跟小朋友的發展是掛勾 那很多時候說很多話的家長 那些小朋友的語言能力可能會高些 那一會兒我們的學者也會有說 那所以為什麼那個小朋友厲害 那個繼續厲害下去呢 就是因為其實家長跟他的溝通的能力 都是保持著都是厲害的 家長自己本身 所以我們叫這個做穩定性 again,developmental stability 順便說起來 就是很多時候 在我們臨床經驗裡面 我會看到一些小朋友 小朋友可能很小 他不懂得說話 那些家長會跟我們說 他現在一歲不懂得說話 一歲當然不懂得說話 那就等下先 然後他一年後回來說 我兒子兩歲了 我兒子現在不懂得說話 有什麼問題? 我兒子沒有問題 他懂得說話 但是你兩歲才可以說到一個字 人家兩歲已經在說短句了 是的,你兒子已經懂得說話 因為你兒子是兒子A 你兒子跟自己比是進步了 但跟別人比,你兒子沒有進步 OK? 那所以呢 為什麼我們說要早期加入 早期預測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就是因為你兒子不是說沒有事 突然間沒有了事 你兒子是跟自己比沒有了事 是厲害了 跟別人比沒有厲害 沒有厲害到 OK,好了 我們有大量的數據去支持這個這樣的概念 這個穩定性的概念 這是一個Mark Bornstein 是一個在美國很出名的發展學家 Mr. Huyn,我忘記 你記不記得幾年前 他來香港的時候 我們在沙田吃過飯的 Mark Bornstein 他那時候也是在NIH的 我們跟他吃 這個是他近幾年有一個文章 很重要的 他就看了很多小朋友的數據 他就發覺 六個月小朋友的溝通能力 是可以拿來 那個小朋友 預測他一歲的時候的語言能力 兩歲 三歲 四歲 預測到他十五歲 其實六個月 不是三歲還是八十 是六個月定了十五歲 OK? 所以其實很早 我們都可以找到一些數據 去幫我們作出一個預測 這個當然是很科學的看法 用科學的方法去看 其實我剛才所說 在不同的範疇裡面 我們都會找到這個證據 因為我自己做語言 所以我用一些語言的數據 去告訴大家 這個是發表一些很重要的文章 的雜誌裡面 而且這些數據是來自 不是他自己拿的 這些數據是英國 一個很大的追蹤的研究 裡面去拿這些數據出來 所以不是說他有偏見 他是不是有偏見 他有沒有做過什麼手腳 這些是別人的數據 他只是去分析別人的數據 去找到這些結果出來 在他的團隊裡面 都找到一些早產的嬰兒 因為現在大家身邊 可能看到一些不同的早產的嬰兒 早產的嬰兒 同樣都是有這樣的穩定性的 OK? 不同的早產程度的寶寶 都是有這樣的穩定性 好 好了 穩定 穩定 其實 你想想 如果穩定 我們可以一早預測 是不是? 如果一早預測 很重要 很早就可以預測 為什麼呢? 因為可能很早預測 如果我們知道的小朋友 可能成長不太好 我們就可以馬上介入 OK? 大家都可能聽過這個字叫做 plasticity 可塑性 plasticity 或者neuroplasticity 腦子是可以改造 OK? 剛才我所說的 是穩定性 是不是? stability stability 並不是代表沒有plasticity OK? 大家要分開這兩個不同的概念 你穩定 並不是代表不可以改變 OK? 穩定的意思 頭髮去回這個數據 穩定的意思 就是說 如果你什麼都不做 如果你是 我們英文叫做 business as usual OK? 如果你就是做 別人這樣做 你就這樣做 別人讀書 你就讀書 你不會額外去做一些東西 叫做business as usual 那你的穩定性就會有 但是如果你想超越這個穩定性 去take advantage of plasticity 你就需要去額外做一些東西 什麼叫做額外做一些東西? 就叫做介入 早期介入 不是做別人沒有做的東西 那你就可以去抵抗了這個stability 所以我再重複 穩定性在臨床來說是很重要 因為穩定性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可以預測 我們可以很早地預測 如果可以預測 就希望可以找辦法去改變 OK? 預測是幫我們改變 預測不是為了預測 因為很多家長都會問 如果早知道怎麼辦? 知道了沒有東西要做 那知道來做什麼呢? 對不對? 所以現在我們在我們的研究裡面 以及在臨床裡面 我們都是在想這些問題 就是我們怎麼可以早些預測 怎麼可以準確地去預測 如果可以預測到 接著我們做些什麼呢? 我們有大量的數據去告訴我們 越早介入是越好的 這些是一些economists 一些經濟學家做的圖 這個Hekman就是Nobel winning 拿了諾貝爾經濟學長的經濟學家 他在哈佛的 這個是他的圖 他就說 他做的那些數據 他的研究 就是如果你越早去intervene 去介入 你那個叫做return on investment 你的投資回報 因為介入要resources 要資源 錢的資源也好 其他不同的資源也好 時間的資源 家長的時間 家長要不上班 照顧兒子去的那些時間 都是資源 那那個return on investment 如果你越早去介入 零至三歲去介入 那個回報是會越高的 OK?明白嗎? 如果你已經讀完書 去做職業培訓 那個職業培訓 那個經濟效益 是沒有那麼高的 OK? 那我們看回這裡 不是說不做 是有效益的 不過跟你零至三歲做的時候 零至三歲是最有效益的 甚至是產前 如果有些事情做到 更加有效益 待會 Dr. Chen 可能會說少少關於產前 有什麼可以做 即食營養 那些問題 沒有吸煙 那些問題 那我們看一看腦 這邊就是腦的數據 如果我們知道 你越小時候 兩歲 腦 要怎樣去改變腦 腦是用很少的力量 這個是 amount of effort 要用多少力量 是用很少的力量 因為腦的可塑性是越高的 腦在早期是比較多 可塑性的 可塑性是比較高的 OK? 如果去到腦一點的話 就要用很多的努力 才可以改變到腦 很多的努力 才可以改變到腦 因為腦的可改變 可塑性是低的 OK? 這些是有些不同的 neuroscience的數據 神經科學的數據 而在語言學上 我們知道 三、四歲之後 如果你做介入 那些效果是會很差的 甚至乎 是關於一些接收 我們叫做receptive language 有些數據告訴我們 其實是沒有什麼用的 OK? 要早期才會有用的 Expressive 要去說是會有用的 要去明白、理解 你四歲之後 才去做這個介入 那個可以改變的能力 和那個effectiveness 其實是會低一點的 OK? 所以我們都說了 越早介入的回報越高 因為越早介入是越好 我在這裡作出一個例子 我用語言為舉例 因為其實這是我們的研究 所以說回一點點自己的研究 在我們的研究裏面 我們就看語言能力 大家都知道 小朋友學語言是由BB 甚至乎是產前 其實語言的刺激 都已經是對小朋友 發展語言很有影響的 當然出生的時候 我們就是希望有些辦法 可以預測到 究竟小朋友 根本長大之後 會不會有語言能力 這個在我實驗室裏面 是做很多這樣的研究的 就是我們希望在嬰兒的時候 就可以找一些數據去預測 究竟三歲、四歲、五歲、六歲的時候 這個小朋友入學的時候 會不會有語言障礙的 語言障礙在不同的發展 腦部發展的障礙裡面 大部分都有語言和溝通的問題 例如自閉症來說 為什麼媽媽或者爸爸 會帶小朋友去看醫生 之後發覺有自閉症呢 絕大部分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的語言出了問題 因為他說不到話 所以就會帶他去看醫生 這是大部分的referral的原因 去轉介的原因 就是因為語言的問題 所以語言是很重要的 語言學不到的話 就會脾氣大一點 或者讀寫障礙 學習障礙 所以我用語言去做一個例子 這是我們研究的範疇 我們最早想去做預測 那嬰兒不懂得說話 不懂得說話的話 我們怎樣可以拿一些數據 去預測嬰兒的語言能力呢 我們現在就是用一些neuralscience 用一些神經科學的方法 以及加上人工智能的方法 去幫我們做一個預測 那我們就會用一個EEG的方法 EEG就是腦電波、腦電圖 去幫我們作出一個預測 我們這個方法 就是我們會播一個聲音給這個人聽 接著我們這個鐵片 這個lectural 就可以幫助我們量度 這個人對這個聲音的反應 因為這個是聲波 聲波出來 我們用這個方法 就可以量度到這個腦電波 而你看到這個腦電波 和這個聲波的樣子是很相似的 我可以用一個低音去聽 低音的聲波 和量度出來的腦電波 都是很相似的 高音 高音 這個就是高音的腦電波 那我需要聽一下 大家聽不聽到 可以 這個是我播給他聽的 這個是他腦 究竟聽了些什麼 OK 這個是高音 可以 OK 好了 希望大家聽到這個聲音是很相似的 我們就用這個方法去量度 究竟他的中書神經系統 有沒有聽得準不準 因為我們知道早期的口語發展 就是跟聽得準不準是有關的 OK 你會看到我們可以寶寶做 大人做 大人是很準的 聽得 你可以看到這些圖 很漂亮的 因為黃色條線和黑色條線是一起的 因為黑色就是我們給他聽 黃色就是他的腦 究竟聽了些什麼 你會看到大人很漂亮 這個寶寶 如果你平均了的寶寶 你也會覺得其實是很相似的 那兩條線 但寶寶當然沒有大人是這麼好的 因為大人是大一點 那些老細胞是成熟一點 我們用這個方法去量度 小朋友對聲音的反應 然後我們做了一個追蹤性的實驗 我們追蹤了幾百個小朋友 就是看他將來的語言發展會有多少 我們現在已經有數據了 我給你兩個例子 這裡有兩個小朋友 兩個都是四個月大的小朋友 這個四個月大的小朋友 你會聽得到是很蒙的 而這個四個月大的小朋友 是聽得很清楚的 很準的 那條線你會看到很光的 我們做了一個追蹤性的實驗 在三歲或者四歲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他的語言發展了 我們會發覺這個小朋友 從頭數上是排第十 即是比10個人還比90個人 而這個小朋友在100個人裡面 他是排99的 即是他比了所有的人 他自己還沒聰明過 所以他就是排99了 OK 好了 即是說 早期聽得清 腦子聽得清 就可以幫我們預測 究竟他將來三四歲之後 那個語言發展會有多好 我們這些方法 當然要用人工智能 現在每個人都用人工智能 我們用人工智能的方法 所以我們都會建立了一個 人工智能的程式 當有一個新的小朋友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同一個測試 擺入我們的人工智能的程式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預測到 究竟這個小朋友 三歲的時候 入二號住院之前 那個語言能力的高低 會有多高 我們這個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去我們的文章裡面 大約我不會播這段影片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讓大家看到 就是這個寶寶 是這樣做的 一個很開心的做得 很多時候都很開心 有時候都會哭 他們就這樣做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我們去年在日內瓦 是拿了金像的發明 OK 好了 在座有些醫生在這裡 所以說一些數據 準不準啊 這個方法 這些就是數據 我們的敏感度 靈敏度是93% 認知能力 靈敏度是87% 這些人工智能的方法 很多時候都會錯的 我告訴你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你用回自己的數據 去訓練一個人工智能的模式出來 自己訓練自己 當然是準確的 所以 人工智能一個重要的地方 我們就要用一些新的數據 去檢查自己的模式 英文叫做External Validation 那我們的External Validation 我們找一群新的小朋友 跟這些小朋友差不多 這樣才對的 才是公平的 這個比較 那我們的External Validation 我們用新的數據去validate 去比較我們自己的數據 我們的敏感度 都是90%的 這個是真的Test來的 OK 這個是最重要的 這些也不是那麼重要的 OK 好了 那有些疑科醫生就問我們 是 我有疑科醫生在這裡 那疑科醫生就經常都說 我們是不是對的 你這個東西 是不是對的 那我經常都要 經常做不同的實驗 再加不同的資料 再加不同的資料 去證明給一個疑科醫生 我們是對的 OK 所以疑科醫生就問 你議員發展嘛 早產的那些就差一點 捉月的那些就好一點 重一點的小朋友就好一點 輕磅的那些就差一點 其實我們用這些數據 都可以幫我們預測到的 其實也是的 在我們人工智能模特兒裡面 我們都會看到 那些數據是有用的 但是呢 準確的程度是六十多 OK 當我們用EEG data 用老數據的時候 就會有九字頭 OK 而醫科醫生又問 其實現在有很多問卷 我們做過Ages and Stages 其中的問卷 是不是做過那些問卷 叫媽媽找十元一份 去做就可以了 那就用那份去預測 那我們也做這個實驗 我們發覺 如果我們用ASQ去 只有五十多個百分比 Pediatric data 剛才也說了 有幾重 是不是足月 又是七十多 如果我們只用EEG的數據 是九字頭的 OK EEG不用加其他數據 因為腦本身 已經是一個 summary 其實呢 你所有的 experience 你輕綁的那些 腦本身是比較差的 你足月的那些 腦本身是比較漂亮的 其實腦本身已經陷入了 這些所有的資訊 所以我們如果量度 量度得對 我們已經取得了 我們要取得數據 OK 所以我們經得起考驗 這個方法 OK 好了 其實這個方法 早在我十幾年前 已經開始去做這些研究了 你會發覺 我們可以看看音樂家 音樂家是一些 英文不懂中文的音樂家 如果我讓他聽一些中文的字 他不懂中文的 音樂家是準一點的 準過非音樂家 OK 這個是我們2007年發表的文章 我們最近都看一些自閉症的小朋友 這些是自閉症 讀小學的自閉症的小朋友 你會發覺讀自閉症的那些 比起一些我們叫做典型發展 typically developing的小朋友 是差一些的 OK 所以我們用這個方法 都可以分辨到兩個group 就是一些有自閉症 一些是沒有自閉症的小朋友 現在我們在學前的小朋友 都有一個程式 已經 但我在等多些數據 我們才會發表 我們差不多有七十幾個 自閉症的小朋友 去做過這個研究 OK 好了 如果我們用neuralscience的方法 去幫我們做預測 因為其實這個測試 嬰兒的時候已經做了 24個月的小朋友都要做了 如果我們幫我們預測 預測到 如果覺得是有問題的話 怎麼辦呢 家長就會問 一會兒陳醫生都會說 一些介入的 其實我們現在知道 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做介入 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教家長在家裡 怎樣跟小朋友溝通 因為家長 如果你一個星期才去見一日 語言治療師 那個dose 那個藥量其實是不夠的 所以當我們教家長的時候 家長可以慢地跟小朋友說 好像慢地跟小朋友做治療的時候 如果家長做得對 小朋友 是對他有益的 另外我們在香港中文大學 大陸語言之研究所 都在做一些play group的研究 music 音樂的play group的研究 我們好像試藥那樣試 ok 因為坊間其實很多play group 你給三百元一個小時 四百元一個小時 一百元一個小時 那 是不是play group都會work呢 這樣 我們 麻煩你給點水 我去做一個研究 就是 我將我們的play group 好像藥那樣去量 我們就是 如果我用這個方法行不行 如果這個方法不行 我就用另一個方法 ok 回家叫家長做些甚麼 要做多久 一個星期幾課 好像試藥那樣試 試個dose 究竟那個dose是要多少 這樣去做 我們現在做這些實驗 就是看看可不可以有一個藥方出來 music的play group play group都好像有一個prescription 去prescribe 去開藥 去開我們的小朋友 但我們知道音樂是好的 所以 或者是parent coaching 教家長 這些都是好的 這個是Megan Roberts 是我以前North Western的同事 西北大學的同事 西北大學的同事 她做了一個研究 這個叫做meta analysis 即是她合了所有的data 人家做過是教家長 如果你教家長去做治療 她發覺那個effect 那個效應 其實是差不多有一個standard deviation 如果大家去讀 如果大家懂統計學 一就是很好 一就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是16個percentile 從尾數上排第16 可能會變成50個percentile 這個就叫做一的standard deviation 就是她差不多 是升了幾十名的 做完之後 在一百個人裡面升了幾十名 這個就是她的效應 所以我們就可以鼓勵家長 去做這些intervention 令到小朋友的排名 不只是跟自己比 是跟其他小朋友比 那個排名 是可以升高一點 好了 現在很快就這樣總結了 三歲定八十 的意思呢 即是發展穩定性 可能不只是單止三歲 我想是更早 都已經有一個發展的穩定性了 發展的穩定性 即是告訴我們 我們可以預測 在under business as usual 的condition裡面 是可以預測的 我們預測 就可以幫我們介入了 因為我們知道 腦子是有可塑性 有plasticity 所以我們就用 預測的數據 去幫我們 去prescribe 去開藥 開一些小朋友 對小朋友 去提升 他的不同的發展 範疇 的活動 或者 的方法 去提升 他的發展 所以 stability 和plasticity 是沒有抵觸的 其實兩個是 相負相成 我們stability 可以幫我們去 預測 而我們要去找一些方法 去預測 在語言的範疇裡面 現在我們找到一些方法去預測 那麼我們在語言的範疇裡面 要改變 我們就是加強他的語言 加強他的家長 如何跟小朋友溝通 又或者用音樂的方法 或者可能有其他方法 一會兒陳醫生也會說 去令到他的能力 發展的能力 會提升 好了 剛才我說的 有講我們少許的研究 我們研究的資金來源 都是基金會 還有我們有香港和美國不同的基金 都是支持我們 在香港中文大學的研究的 利益申報 剛才我所說的東西 是跟我自己 在科學園的一間公司有關的 所以我作出一個申報 而且都是跟我們在英國 和美國的專利 和國內的專利有關 所以我都要作福這個申報 多謝大家